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水和鱼蛋在不久的将来 就要重演他们的司工陈秀宗 在喉拳扣四里面的经典音乐 不过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演出的经验 所以李师傅今天就请来了他的师兄陈牧川导演 为他们分享一下他在演艺圈的经验 陈牧川导演 单只曾经代表大声匹瓜门 夺得东南亚擂台冠军 之后更加走红影圈 是电影最暴迷后的男主角 也制作过不少繪迹人口的经典电影 例如敢依为 铁公鸡 少年黄飞鸿之铁猫等数之不尽 师傅可否分享一下 以舞者的身份进入电影圈有什么经历呢 其实我1976年的时间 我就开始进入这些行业了 那时我就去了台湾 一开始我就做武术指导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导演叫罗祖 他对我非常非常好 同时他对我们本门的功夫就非常欣赏 所以他一带就带了我去台湾就拍摄了 一去就去了25年 在这段时间呢 就在台湾有起有落 是吧 有起的就是我在那边相处很多的演员 还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愉快 所以我在那边都北京不过都25年了 就同时我最近就2000年的时间呢 我就转移到了大陆去拍戏了 师傅想问呢 你现在都以演艺为一个事业了 那在这条路里面呢 有什么事情令你最深刻的 嗯 在那里拍戏的话呢 就本身过到人生老不熟啦 当你拍摄的时间啦 就其实在那边呢 大部份都是拍多件片表 没有说片表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拍摄的时间呢 就 如果你的实力不够的话呢 就本身我自己也是比较小粒一点 是吧 你拿起任何的兵器 在各方面很多演员有时看不起的 看不起就很多时候就试你惹的了 不过我们这段功夫呢 就是幸好十八般舞藝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的 所以呢 耍起上来的各方面 演员都会对我们都很佩服很佩服 那就在那边呢 跟所有演员啊 后来慢慢慢慢的相处得非常好 就是这样 师傅 我想问一下 拍摄实战和拍摄动作的影响 有什么大分别呢 哦 拍摄和实战是完全不同一回事来的 实战呢 就是属于在擂台上的那种搏斗来的 是一种公平的比赛 它要靠体能和忌激和智慧 和抗打的能力来去在擂台那里发挥的 而拍戏呢 你又要根据那个剧本 导演的要求和演员的本身的能力 来设计每一场戏的打斗的技巧 用每一个镜头 一个一个镜头去转接 和用你的镜头的拍摄 和剪接的技巧来去组合成一部拍摄的电影 所以就跟你和擂台上的技巧完全是不同的 就是这样的 师傅 我想问 你觉得功夫片的潮流 在过去三十年有什么变化 变化非常大 其实以前我们早三十年前拍摄动作片的话 你每一个演员就必须 必须要有这个功夫的技巧 还有有这样的实力才可以拍摄 同时当年我们拍摄的镜头 运用都是非常长的 所以每一个演员消耗的体力 每天你能够拍到八个镜头 七十个镜头已经赚了 现在一直到中期的时间 拍摄的时间 又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辛苦的 所有的演员就真枪实胆 真是搭真是撞 还有在高空飞下来各方面 真的要用这些体能和技巧去拍摄 到后期这十几年来 拍摄的技巧 很多时候 议员没有我们以前的议员那么辛苦 因为很多时候都有特技 或者Wire 或者替身 同时镜头 运用的时间是没有那么长 完全是用摄影师和导演 武术指导的拍摄技巧 所以现在又好看 但是没有以前我们拍摄那么辛苦 我们证明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